M豆也就是之前称为猴豆的病毒 迅速在多个国家蔓延开来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启动一项为期半年的紧急应对计划 透过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和疫苗 最大程度的遏制疫情扩散 世卫科学家则是直言 M豆病毒扩散和进化的太快 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了解这个病毒的本质 才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一项针对M豆疫情的 全球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 这一项计划将从今年9月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 预算为1亿3500万美元 有关计划着重在预防和应对策略 推动研究让各国都能获得公平的检测工具及疫苗 最大程度减少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即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如今在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 已经出现了M豆I型和IB型变异毒株 目前有18000多宗疑似病例 并有615人死亡 这个病毒在医疗体系落后的国家 蔓延和变异速度比预期还要快 科学家认为这种情况加剧了他们的研究和防范工作 现在他们就像是大海捞针毫无头绪 因此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病毒本质才能对症下药 其实M豆自1970年以来 在非洲国家是常见的传染病 只是之后受到控制 疫苗接种计划也缓下来了 直至2022年M豆疫情再度爆发 到现在再度被世卫宣布为全球公卫紧急事件 才引起广泛关注 科学家指出M豆病毒的IIB变异毒株在尼治利亚耗时5年 才进化到在人类传播的程度 但现在全新的IB变异毒株在不到一年内就在多个国家蔓延开来 专家研判病毒快速变异主要是受到APOBEC3人类抗病毒蛋白影响 既然大家已知M豆能透过性传播 那么就应该做好防范措施 以免加剧疫情扩散 我认为这现在是一种性感染性感染性感染 我们已经看见到性感染性感染性感染 可以传播在Africa 我们不必须看很远 看我们自己的国家 看见到性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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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性感染性感染是有的 O.M豆 MotoI型变异毒株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死亡率为4%到11% 而 Îi型的变异毒株的死亡率则是大约1% 但世卫专家认为 钢果的数据显示 很少人死于新的IV变异毒株 因此他担心一些医疗数据已经被混淆了